这些应该可以看出好东西来 十三先生真是好眼力啊 在这会场里面就买了两块石头 却都开出了上好的翡翠 真是非比寻常 这不是梁氏家族的继承人梁天吗 梁氏家族可是玉石界两大家族之一 十三哥哥怎么会和他们也有关系 阁下说笑了 我就是运气好而已 谈不上什么好眼力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十三先生运气这么好 想来眼力也必不会差的 不知道十三先生有没有兴趣和在下合作 我都说了自己买石头全凭运气 可没有帮人看石头的本事 可不敢误导梁少爷 还望梁少爷并请高明吧 我们走吧 少爷这小子也太不给您面子了吧 真正的人才是不会这么轻易就被人招揽的 这恰恰证明了 我的眼光没有错 它绝对不简单 十三哥哥能和梁大少拉上关系 那是天大的好事 你怎么给拒绝了呢 我是真的不懂看石头 去跟别人瞎合作 那不是误人子弟吗 不会吧 你要真不懂 怎么会买得这么准 你可别骗我 咱们可都是华夏人 我真没骗你 单纯就是运气好而已 这不是十三了 好久不见了 赵日天 你来这干什么 老子是赵氏集团的副总经理 同时也是这次玉石交流会的主办方之一 不得不说 十三你这个问题实在是问得幼稚 不好意思啊 还真看不出来 想不到这才几年不见 你都敢来玉石交流会溜达了 还真是试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我也想不到 这几年都过去了 你这副犯件的样子 还是一点都没变 怎么 又想让我教你做人吗 十三 你敢在老子面前放肆 信不信我让你走不出这里 赵大少好大的口气啊 动不动就让人走不出这里 可别吓到我朋友了 梁天 你什么时候沦落到 跟这么低级的人做朋友了 不过也对 要是今天 您梁家在浴室大赛上 输给我们赵家的话 所有的浴室生意 都将由我们赵家做主 你们梁家以后 也只配做个第一级的家族了 都还没开始 你怎么就知道我们一定输 现在整个玉石界 最有名的赌士大师 都是我们赵家的人 你手底下还有什么人才可用吗 我看这比赛还没开始 结果就已经很明显了 赵家确实是花重金 抢到了不少人才 而我梁家却没有一个 真正拿得出手 难道这次真的要输不成 少爷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咱们过去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看到梁大少输掉 比赛的样子了 十三哥哥 咱们走吧 不着急 既然浴室大赛准备开始了 咱们就看完这次的浴室大赛先 说不定有好戏看 听说我为了赛 听说为了赛的这次的浴室比赛 赵家花重金请了缅甸石王家族的大师 真是下了血本了 可不是嘛 这次比赛的原石 全是从石王家族手里买来的极品翡翠原石 赛家请来的石王家族的大师 总不可能连自家的石头都看不明白 所以说这场比赛 赛家的赢面很大 梁大少 你可别忘了我们之间的对比协议 赢的人 不单单可以获得玉石经营权 输的一方 还得给赢的一方十个亿 十三哥哥 赵日天真是太无耻了 石头是从石王家族中买的 现在又请石王家族的人来鉴定 这不是作弊是什么 看来这赵日天为了赢 还真是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本次浴室比赛正式开始 此次比赛由梁氏集团和赵氏集团 各自派出五名剑士师傅 每人挑选一块石头 挑选出来的石头会当场切开 由南海商会的浴室鉴定师来鉴定价值 最终五块石头加起来价值高的一方获胜 现在就有请梁氏集团和赵氏集团的 剑士师傅们上台 开始鉴定石头吧 孙师傅 这第一局你去吧 长蒙公子看得及 那就让我来打头阵吧 张师傅 这第一局有劳您了 孙师傅选定的是九号这块价值 一亿五千万的开创兵种金丝翡翠 而张师傅选定的是十一号 价值一亿六千万的黄翡 接下来就开始切吧 黄翡 这张师傅选的石头真不错 看得像是品质极好的黄翡 看来梁氏集团这第一局迎面很大 这个还真不好说 这块石头的最终价值 也得等切完之后才懂 怎么回事 竟然有裂纹 你看 我说的吧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就来了 这么好的一块黄翡 切出了裂纹 这价值可要大打折扣啊 快看 孙师傅这边竟然切出了玻璃种 还是橙色极好的玻璃种 看来制造家确实是有点实力的 梁家这次估计要吃大亏了 十一号原石 开出四十七星黄翡 总价值一亿八千万 九号原石 开出三十一斤玻璃种翡翠 总价值两亿一千五百万 第一局 肇事集团胜 怎么样 梁大少 这第一局就输了 要不要提前认输 再比下去 我担心你会输得很难看哦 不到最后 谁又知道最终是什么结果呢 好 让你继续装 今天老子就让你体会一下 什么叫颜面无存 看来只能我来帮他一把吧 赵氏集团师傅选择的十三号石头 开出价值一亿五千万的冰种金丝 梁氏集团师傅选择的五号石头 开出的是价值一亿四千五百万的玻璃种翡翠 第四局依然是赵氏集团获胜 看来这梁氏集团不行啊 都已经连输四局了 谁说不是呢 这输得也太难看了 想不到赵氏集团的见识师傅们这么厉害 现在开出来的玉石 总价值已经被拉到了九千万的距离 虽然还有最后一局没笔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梁氏集团根本不可能赢了 看来只能我来帮他一把了 赵爷 这是十三先生让人送过来的纸条 七号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十三先生的意思 让我选七号原石吗 赵爷 这是最后一局了 这个十三先生咱们可以相信吗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只能最后搏一把了 第五局开始 双方请派师傅上台吧 这最后一局 我来上台 我去 我没听错吧 梁大少要亲自上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他也懂鉴定原石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会动 估计是破关子破帅吧 梁大少要亲自上台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反正也没什么赢面了 就当上去玩了 周先生 你是十王家族的人 这最后一局 就劳烦你了 梁公子 您确定这局真亲自上了 是是是 我确定 别再问了 赶紧让我上去吧 好吧 那您请 我买七号 赵氏集团的周先生 选择七号原石 他 他买七号 他都还没看呢 梁公子 看石头只是鉴定过程 比赛并没有规定一定要看 若是您不想看 也可以随意选择一块 我都还没上台 他怎么能选得这么快 这不公平 有什么不公平的 周先生在台下就已经看好了 何必还要故弄玄虚 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尼玛 这怎么办 这最后一丝翻盘的机会也没有 梁大少 周师傅已经选好石头了 你还愣着干什么 你倒是选啊 我要的石头都被他选走了 还让我选什么 我说梁大少好端端的 怎么发起飙来了 原来是这样 你是想故意耍赖吧 你 你说什么 你想买七号 早不说晚不说 偏偏等周先生确定了才说 你是把我们当傻子吗 百名是输不起啊 看来这赵家真是不简单 竟然也早盯上了七号 还好老子还有第二赵 梁大少 你在上面磨蹭这么久 到底选不选啊 不选赶紧认输 别耽误我买二号原石 我尼玛 这二笔是嘴啊 梁大少也敢碎 这头是不想活了吗 这有什么 不是说了浴室比赛结束后 台上的原石都可以自由购买吗 我只是想赚个钱而已 有什么错 二号 难道十三先生的意思是想 好你的家伙 干脆少爷我 你想买二号是吧 我偏不给你 我就选二号 好 既然双方都选好了 就开始切吧 我靠 这么多乐 极品啊 周师傅不愧是死亡传人 竟然开出团块绿玻璃种 赵氏集团的周先生 开出团块绿玻璃种期间 总价值四一千万 这下赵氏集团 可是领先梁氏集团 五个多余的差距了 不用开都知道梁家输定了 梁大少 接下来该您切了 这梁大少选的石头 开出的翡翠也不错 上好的飘翠玻璃种 可惜相对于周师傅的还是差了不少 二号原始开出二十九斤飘碎玻璃种翡翠 价值两亿四千万 这没想到最后还是输了 梁天 就算你切出了上好的翡翠 还是输了 主持人宣布最终的结果吧 慢着 梁大少的石头还没切完呢 你说是吧 梁大少 十三 有你什么事 我劝你不要信口慈黄 要不然别怪我让人丢你出去 十三先生 你的意思是 继续切 说不定还能剥一把 这小子不是在开玩笑吧 再切下去 切垮了 两亿四千万可就打水漂了 好 就听你的 给我继续切 梁大少这怕是属红了耶 有些神志不清了 真是包甜甜乌啊 赵日天 你看看我切出的是什么 就这怎么可能 我的天啊 我没看错吧 这竟然是帝王绿 原以为梁大少要亏掉这两个多一 没想到这竟然是一块鱼种鱼 之前一个帝王绿手镯 就开出了一亿五千万的高价 梁大少这块帝王绿 少说也有好几件 价值连成啊 由于帝王绿太过稀有 价值难以估量 经过评委们商议之后 一直决定梁公子这块帝王绿 价值九个亿 赵氏集团玉石总价十一七千五百万 梁氏集团玉石总价十四四千五百万 我宣布 这场比赛梁氏集团获胜 赵日天 你不是说我输定了吗 没想到我竟然可以起死回生吧 你可不要忘记了咱们之间的十个亿哦 算你运气好 咱们以后走着瞧 这次真是多亏十三先生了 要不然我也不能反败为生 你想多了 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没想到运气这么好 又给我撞上了 不过看到赵日天输掉比赛 我还是挺开心的 姓名明希儿 年龄二十四 身材八十 颜值八十 一百三十七手车 我当时什么厉害角色 看来不过是一个靠身体伤位的育女罢了 你也是伊林经纪公司的人吗 算是吧 我昨天才刚刚加入的公司 帮我把车找个地方挺好 记得不要刮到或是蹭到了 要不然把泥腿打断 老子不是来视察公司的吗 怎么变成泊车小弟了 还有什么 老子没空 要请你自己去 你这是在拒绝我吗 怎么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老娘无论走到哪里 都不知道有多少男的 抢着帮老娘停车 这么荣幸的事 你竟然敢拒绝我 你知道我的身份吗 不知道 我可是灵溪啊 姓名灵溪尔 年龄二十四 身材八十 颜值八十 一百三十七手车 我当时什么厉害角色 看来不过是一个靠身体伤位的育女罢了 灵溪尔是谁 不认识 信不信 我只要一句话 你就会立刻被公司开除 是吗 我还真不信 好 你等着 一个刚进公司的回小子 就敢这么不给老娘面子 老娘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 什么叫职场 汐儿姐 您不要生气啊 她只是一个刚来公司的新员工 大学刚毕业 什么都不懂 刚毕业 还什么都不懂 你这是在替她说话吗 汐儿姐 她只是刚进公司而已 你给老娘闭嘴 什么时候轮到你多嘴 美女 谢谢你的好意 但是你没必要为了我去讨好这个灵溪 你刚刚毕业 这要会吃很多亏的 还是赶紧给汐儿姐服个软吧 现在才想到服软 老娘告诉你 晚了 刘叔叔 我在公司门口 被咱们公司的一个新员工骂了 您可要帮我做主啊 好的 你等着 我马上过来看看 你等着吧 一会儿就是你哭的时候 你还真是不要脸 既然敢颠倒黑白 恶人先告状 恶人先告状怎么了 你猜刘叔叔是信你这个魂小子 还是信我了 你就准备被公司开除吧 汐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叔叔 他们骂我 我为了公司辛苦的工作 现在连自己公司的人都要排挤我 刘叔叔 您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刘主管 事情不是这样的 是灵溪一上来就为难他 他替我说话 才得罪灵溪的 你不用说了 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会调查清楚的 刘叔叔 这样的人 不能留在公司 您把他们一起开除吧 哼 这是当然 如果调查属实的话 对于这样的员工 我是肯定不会手软的 我就知道 刘叔叔是公司最关心员工 最公平公正的领导了 要是连你们这两个小混蛋都收拾不了 老娘不是白给刘叔叔睡那么多次了 还有什么 公司有你这样的领导 早晚要出事 这样的破公司 不呆也罢 没错 有你这样的领导 我都替伊林经纪公司点红 你是伊林公司的什么领导 哼 我是公司的人事部主管 原本我还想把事情调查清楚再处理的 可现在 看到你们竟然对领导如此无礼 那就不用多说什么了 收拾东西滚蛋吧 你们被开除了 我看该滚出公司的人 是你 你 你说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 老子现在就把你从公司员工名单上出名 我叫十三 好 你个十三 你等着 我马上 等等 你再说一次 你 你叫什么 老子叫十三 这回你听清楚了吗 十 十三 您就是咱们公司的新总裁 十三先生呢 没错 我就是你们的新总裁 十三少你好 不知道你已经到公司楼下 有事也应 请您数岁 十三总裁好 我的天 我竟然把自己的老板 当成了泊车小弟 而且还在老板面前大言不惭 这下好了 就算再给刘叔叔睡一百遍 也就不了我了 还有什么 你又是哪位 十三少 我是公司的总经理 杨学明之前和您联系过的 好 你们的事情一会再说 我先处理他们 十三少 我错了 是我有养不是台山 是我瞎了眼 您千万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 哼 我不想多说什么 给你们五分钟收拾东西 滚出公司吧 十三少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您原谅我吧 怎么 是你们自己滚 还是我让保安把你们丢出去呢 别别别 我们自己滚 马上滚 从现在开始 人事部主管的职位 就有这位美女担任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 我叫白大腿 好 从现在开始 你白大腿 就是新的人事部主管了 谢谢十三少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干的 从今往后 我不希望今天这样的事情 再出现在我们公司 十三少 我向您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了 之前我不管 但现在我接手了公司 不希望有刘主管那样的领导 如果你们终于也有那样的人 我希望你们以后收敛起来 如果让我发现 就别怪我翻脸无情了 是 十三总裁 还有 马上在公司进行详细排查 和刘主管关系不简单的人 全部辞退 收到 我一会立马吩咐下去 一定仔细排查 没想到这新来的总裁 那么年轻帅气 真是太没人了 你个死丫头 怎么回事 刚才打你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你到底还要不要接火了 不好意思 刚才我在跟一个屌丝相亲 所以手机调成静音模式了 大春 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里 十三 见到你真的是太好了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咱们之间就不用那么客气了 什么忙你说 能做到的 我绝不推辞 是这样的 我在专坑老实人婚恋网上 找了个相亲对象 约好了等下在这里见面 你能不能先替我去跟他见一面 测试一下他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 如果人品还可以的话 我在正式上场 我去 这不太好吧 万一他等下 看上了我怎么办 挖兄弟墙角的事情 我可做不出来 你就吹吧 就你这样的 哪个女都会看得上你 让你去见他一面 一来可以测试一下他的人品 二来有了你的衬托 等下轮到我正式上场时 他才会知道什么叫优质男人 不得不说 你小子是真的狗 我丑话可说在前头 要是他真的看上我 那可不管我的事 你可别说我敲了你的墙角 没问题 赶紧去吧 我就在这里等你的好消息 你好 请问您是专康老师人 相亲网介绍过来的吧 我是你今天的相亲对象 怎么感觉 你跟相亲网上的照片 不太一样呢 卧槽 刚才怎么把照片 只差别忘记了 那个 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人 平时都比较害羞 基本上没有拍过照片 所以只能在上面 放了一张别人的照片 但是你放心 除了照片以外的所有信息 绝对是真实的 算了 另一半长什么样 我一点都不在乎 相对于外貌 我更看重的是 另一半带给我的安全感 那咱们开门见山吧 你对另一半有什么样的要求 可以尽管提出来 怎么说 我也算是一个美女 这个你承认吧 这个我承认 你确实是挺漂亮的 既然你承认我是个美女 那你就应该知道 如果能够娶到一个美女 那对于你来说 无疑是捡到了一个大大的便宜 所以我有点要求 应该是不过分的吧 不过分不过分 想要跟我结婚 礼金最低要一百万 并且在市中心 要给我买一套房 面积不得低于一百八十平 要全款付清 并且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 一百万的礼金 是的 还要全款一套房 只写你的名字 对的 没错 其实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都只不过是最基础的物质保障而已 卧槽 这要求还他们一点都不过分 老子强都不服 就服你 除此之外 你还得另外再给我买两套房子 为什么还得另外再买两套 这两套房子 一套是给我父母住的 他们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成为城里人 有了房子 他们就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城里人了 还有一套是买给我弟的 虽然他不寻无数 也没有任何收入 但有套房子的话 找老婆还是比较容易的 这是你作为女婿和姐夫 应该尽到的义务 我尼玛 不得不说 你真大娘的是个人才 听你这么说 好像也有点道理 你还有什么样的要求 结婚之后 我是不会生孩子的 因为生孩子会导致我的身材变形 我也不可能去煮菜做饭 因为油烟会伤害到我的皮肤 所以你还得专门请一个保姆 照顾我们的日常饮食起居 合着花这么多钱 就请了一只 不会下蛋的母鸡回来 真的吗 也太可了吧 还有什么 好了 我的条件说完了 现在可以说说你的想法了 我先去一下洗手间 等一下回来 再跟你说吧 好的 你个死丫头 怎么回事 刚才打你的电话 一天无人接听 你到底还要不要接火了 不好意思 刚才我在跟一个屌丝相亲 所以手机调成静音模式了 来活了 有个客人专门点了你 已经在世纪大酒店四三八房间等着你了 这一单足足有三千块 那我等一下马上过去 你让那客人再等等我 我的服务绝对会让他终生难忘的 原来他是做这个服务行业的呀 看来这又是一个找老实人接盘的主 那个小姐 我刚才考虑了一下 很抱歉 你的要求不是满足不了的 咱们还是算了吧 我就知道你只是一个又穷又臭的屌丝而已 像你这样的货色还想找到老婆也不撒泡妙照照镜子 很好 希望等会你还能像现在这么嚣张 喂 是110吗 我要举报 20分钟后 在世纪大酒店四三八房间有人进行非法买卖活动 13 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 这个人跟你不合适 我把他送走了 估计得有个15天这样 你才有可能再见到他 送走了 你把他送到哪里去了 送到派出所去了 13 你怎么回事 让你帮见个面 你怎么把我的对象送到派出所去了 这个你还是等15天之后 亲自去观观他吧